哈喽大家好,今天继续带来爆款韩剧《恶之花》第九集 上集说到,阿珍在波哥家遇到了阿秀和美丽 阿秀自称是被波哥找他来打听金属公寓家的情况 想侧面了解和阿秀是同行的杀人魔秀霸 美丽则解释说他和波哥是发小,也是来给波哥打下手,帮忙寻找秀霸的神秘共犯 阿珍听出这些人有事瞒着自己,但他此刻的注意力却被白板上的案件分析吸引了 在秀霸的名字下方写了一个关键词,陷阱 在他的追问下,波哥解释道,秀霸喜欢用陷阱狩猎 他怀疑秀霸作案时也动用到了陷阱 紧接着,波哥又在阿秀的暗示下,向阿珍指出了一个关键发现 神秘共犯的恐吓录音中曾出现过高频率的敲击声 这集说到,阿珍决定将录音转给相关机构进行分析 一脸严肃的阿珍让美丽很警惕,随便找了个由头就准备告辞 但阿珍却不肯放过他,疯狂指认美丽的通缉犯弟弟有可能就是神秘共犯 在昔日的心理咨询中,还是孩子的阿秀就说过看不惯邻居 但是杀了很麻烦,所以把邻居家的狗杀了,恐怖人格尽显无疑 美丽受到刺激,情绪失控 言语间透露了一个情报,很多扣在弟弟头上的帽子实际上是秀爸干的 美丽差点就说出离长之死也是弟弟为了保护他而悲得过 关键时刻,阿秀打翻咖啡 波哥赶紧趁着停顿赶走大家终止谈话 阿秀和阿珍同行的路上,阿珍故意透露口风 在春早的案件中,秀爸利用儿子做不在场证明 但秀爸还是少不了要和神秘共犯交接车钥匙 阿秀听到这里,突然意识到自己全程和秀爸在一起 很可能见过神秘共犯 但时间间隔太久他实在想不起来有用的情报 晚上,阿秀举办了班薰家的五周年派对 然而,阿珍看着阿秀对女儿的体贴,心情复杂 这时,阿珍接到一通重要电话 他提交去做分析的声音已经做了信号增加 紧接着,阿珍故意把声音放给阿秀听 由于增强的效果,意外捕捉到了一个男人的声音 对方当时在询问某人是否需要烟灰缸 一段清晰的记忆疯狂涌入阿秀的脑袋里 当时,秀爸带他去酒吧的时候 酒保询问了秀爸烟灰缸的问题 背景中高频率敲击声正是酒保刁兵的声音 也是在这家酒吧 有一个客人意外碰掉了秀爸的衣服 对方把衣服捡起来还给秀爸时 阿秀隐悦听到了要是碰撞的声音 也就是说钥匙就是在那时候交接的 回忆结束 阿秀还是把注意力优先放在最近总是强颜欢笑的阿珍身上 阿珍就像被点着的炸药筒,疯狂输出 他嚷嚷着自己对阿秀的感情已经变了 就连阿秀努力对他好的样子也让人厌烦 爱情已经冷却 现在只剩憎恨 然而阿秀一句话就点破了阿珍自己都没意识到的真心 既然恨我 你为什么要哭 此刻的阿珍已然泪流满面 阿秀笨拙地想要挽回 曾经的阿秀是阿珍侦破各种黑暗暗箭时的温暖和曙光 现在的阿秀却是阿珍已经无法直视的重大嫌犯 这一夜阿珍离开了家 离开了阿秀 面对突发状况 阿秀凌晨杀到波哥家里 他现在比当年被天津饭桶伤还要更痛 见此情形 波哥都快崩溃了 你们俩夫妻闹矛盾 也不要凌晨跑来祸害我啊 这时美丽也听到消息 火急火燎赶了过来 得知阿秀烦恼的是感情上的事 美丽反而有些欣慰 这个傻弟弟连自己都没意识到 他对阿珍已然爱到无法自拔了呀 之后阿秀告诉两人 他已经查到共犯录音里的背景声来源 接下来 他准备单刀附会一探究竟 临走前 阿秀认真嘱咐姐姐 别和波哥一起玩 波哥气呼呼地说道 我们都是成年人了 才不要你管 但成年人往往有着成年人无法背负的残酷 波哥送美丽回家时发现 美丽的家里空空荡荡 由于成年不喜欢开灯生活 连灯坏了都没有发现 平时要借助药物才能入睡 睡不着的时候 偶尔会像疯子一样哭一整夜 有时候 几天都不出门一次 美丽带波哥来家里只有一个意思 看到如今这么糟糕的我 你也趁早死心吧 波哥低着头沮丧地离开了 此刻 阿秀已经找到多年前秀爸带他去的酒吧 多年过去了 这家酒吧竟然还在 而且就连酒保也还是当年的那个纹身男 阿秀打听到 酒保只对经常来的客人雕刻冰块 阿秀意识到 能享受雕冰待遇的秀爸是这家酒吧的常客 这里很可能是秀爸和共犯常来的秘密接头点 阿秀不在墨基 直接播放了共犯对英姐的恐吓录音 询问酒保知不知道这个声音的主人 酒保慌张地表示 不知道 于是阿秀又提出让酒保有线索的时候可以联系他 有联系方式的时候 阿秀向酒保借了一把金属笔 看到金属笔的瞬间 阿秀又开启了一段回忆 当年秀爸说要向帮忙提供材料的合作伙伴表示谢意 让阿秀帮忙选礼物 阿秀就选中了这把金属笔 回忆结束 阿秀假装随口问起酒保任不认识秀爸 酒保慌张地摇头 这下阿秀终于确认对方有问题 三下五除二拿下酒保 开始审问 另一边阿珍也没闲着 当年最后一个受害者春嫂离家出走的最初三天 为了赚钱生活 她打了很多求职电话 后来就失踪了 阿珍打算把自己也伪装成缺钱缺工作的女性 把春嫂当年联系过的号码全打一遍寻找悬疑人 结果这一通忙活下来 还真被她联系上了一个悬疑人胖姐 电话那头的胖姐积极地给阿珍介绍工作 还主动要来见她面试 挂掉电话 大家都觉得胖姐很可疑 每次听到阿珍描述自己处境不好 胖姐的声调就会上升 好像很高兴 大家立刻开始筹备这次见面 此刻胖姐正在和一个地头蛇老黑见面分赃 先前那个因为自责而离家出走的小胖子小金 就曾通过传单找胖姐介绍工作 而后被胖姐带到了老黑这里 一听说小金是离家出走 没人知道行踪 老黑表现得非常热情 看样子老黑和胖姐从事的应该是人口买卖之类的非法勾当 这时老黑接到酒保打来的求救电话 看样子酒保也是老黑的人 阿秀直接抢过电话 问道 你就是秀霸的共犯吗 一时间气氛紧张了起来 天渐渐黑了下来 主角团迎来了各自的选择 波哥买了灯管来帮美丽换灯 阿珍开始了对胖姐的钓鱼之发 而阿秀则直接来到了老黑打手云集的大本营 老黑痛快承认了他也认识秀霸 但他对阿秀的身份持怀疑态度 于是阿秀讲述了当年秀霸去酒吧点东西喝的习惯 证明自己就是秀霸的通缉犯儿子 阿秀表明来意 他要找出秀霸的共犯 替自己喜倾嫌疑 但老黑却认为阿秀自不量力 自理行间把那名共犯描述成了强大的对手 老黑自我介绍是一个什么都卖的生意人 于是阿秀投其所好 打算用钱诱惑老黑 说出共犯的身份 结果却意外玩砸了 老黑表示共犯也是他的顾客 如果把毫无交集的阿秀卖给共犯 又能拿钱还能赚人情 何乐而不为呢 伴随老黑一声令下 打手们不怀好意地围向了阿秀 此刻阿珍这边 她伪装成离家出走的女性 正在和胖姐周旋 钓鱼执法非常成功 阿珍交完中介手续费后 直接拷住了胖姐 这时一直在监听的警察同事们杀了过来 阿珍赶紧去给大家开门 结果就是这一眨眼的时间 胖姐跑了 也许是老天对这种人贩子也看不顺眼 胖姐逃跑时意外摔伤了重伤 警方立刻把她送去手术 阿珍因此被狠狠骂了一顿 她沮丧地走出警局 拿出手机 看到一堆阿秀发来的未读信息 各种嘘寒问暖球复合的内容 让阿珍想起了一件往事 那时候阿秀带着怀疑的阿珍来到新房 阿珍很感激阿秀 总是给她送礼物制造惊喜 反问阿秀想要什么礼物 阿秀珍重地说道 我希望你能不要改变 一直像现在这样看待我 那样的话 我会一辈子为了你而活 想到那些往事 阿珍直接哭出声来 与此同时 阿秀正要遭受老黑团伙的毒手 关键时刻 阿秀把自己伪装成了和秀霸一样的变态杀人魔 希望长期稳定地向老黑购买人口 老黑念对这突如其来的客户 突然有些犹豫 这时阿珍给阿秀打来电话 老黑把手机还给阿秀 阿秀接起了电话 阿珍在电话那头 诉说着自己对阿秀控制不住的想念 阿秀以很忙为由敷衍了阿珍 一向温柔耐心的阿秀突然这么反常 阿珍觉察到老公可能处境不妙 于是赶紧说道 从现在开始 你只用N和不是来回答我 紧接着 阿珍问了第一个问题 你现在需要帮助吗 阿秀回答了不是 阿珍又问 你一个人可以解决吗 阿秀回答了N 阿珍的心稍稍放下了一些 他要阿秀一个小时后来找他 他已经控制不住对阿秀的想念 这一回阿秀的回答仍然是N 本集完 阿珍教会了阿秀喜怒哀乐 爱与被爱 在这个过程中 阿秀先天的情感缺失被逐渐补齐 阿珍后天的猜忌也被生活中的温馨所取代 双方处在极度危险的环境中 仍然控制不住对彼此的爱意 这就是爱情的魔力吧 本集中 胖姐在给阿珍介绍工作时 曾提到 她手上的工作靠跑腿就能赚很多钱 如果胖姐没有说谎 胖姐和老黑所谓的工作 很可能包括了人体运毒 人口买卖 器官买卖等等令人发指的违法行为 这不恶之花果然聚如其名 往黑暗和邪恶的方向无限沉沦 本集中还有一条阿强醒来的支线故事 其中有一幕格外恐怖 阿强询问老灰自己还能不能走 老灰的回答是 何止能走 还可以从事喜欢的职业 住在二层别墅里和一个好女人结婚 生一个可爱的闺女 你也可以那样生活 最后一句话极其危险 是否意味着老灰友可能准备干掉阿秀 把阿秀的生活还给阿强 之后阿强私下对老白提起 他记起了一切 出事前他似乎约了一个人有重要的事情会面 阿强到底记起了什么 他要去见的人又是谁 阿秀和老黑的对决最终又会如何收场 请看下集 咱们下期见 记得点赞呀 拜拜 咱们下期再见